好 接下来要关心其他的话题了 就是MeToo 黑人陈建州卷进了性骚扰的风波 他在30号宣布自请暂停PLG执行长的职务之后 晚间呢 他也在他的这个个人社群的简介上面 做了一点点的改变呢 他把他的PLG执行长的称号删除了 然后改成叫做永远的球迷 大概是已经这个职位不保了啦 另外呢 陈建州的IG同样也没有看到执行长的字眼了 只留下了一个hashtag 叫做PLG 就是这个 他就是PLG的这个全名啦 那尽管身陷风波 他好像还是要展现出 他对篮球事业的热爱跟不舍 那再来看到的就是这个黑犯之间的这个状况 黑人夫妻好像真的是还蛮有靠山的 据说是什么海陆空战术 背后还有超大的财团 所以呢面对这么多的指控 就没在怕 还要告大牙一千万 那来来来看看看 这个叫做猪队友 陈建州的前经纪人Andy Gaga 他就这个呛大牙了 他就呛大牙说 难道你十年前到处跟球员税的事情 要我拿出来说吗 力挺陈建州 那当然网友也就讲啦 什么锅配什么盖嘛 你这锅就配这种经纪人啦 这个时候还要去轰大牙 让大家的观感当然不是很好 作家沙利夫人说 黑人夫妻要求偿一千万的时候 大牙毫不退缩 甚至指出有两个人可以作为证人 那如今有人出来声称是 陈建州的前经纪人控诉 大牙睡过很多球员 这又是完美受害人的一个陷阱 他甚至说人体的70%是水 但是这位经纪人体内的水 不要全部都集中在脑子里面 他的意思是说 他的这个前经纪人脑子是灌水了 然后同时呢 这个作家沙利夫人他也说 郭媛媛就是也跳出来指控 陈建州曾经对他有两次性骚扰的 郭媛媛呢 其实是微风女神 他和微风集团的廖正汉 孙芸芸 S邦都有非常良好的关系 那陈建州夫妇是S邦的人嘛 大家都知道他们跟大小S很好 那郭媛媛如果是造假 诬陷陈建州 他的职业生涯立刻不保啊 因为这个廖正汉 孙芸芸 就是他的上面的顶头老板 跟S邦是很好的 所以他没有必要为了大牙 堵上自己的全部 显然这件事情 大概这个真假 大家自己就看得出来了 媒体人也说了 黑人在台湾的综艺圈跟体育界 之所以可以这么呼风唤雨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跟台速创办人王永庆 二房的家族第三代 陈主旺 陈信生等人 交情匪浅 其中在新北国王队的资金 其实就是来自这个王永庆 二房的长女 王贵云 还有二房的次子王文祥的家族 那如果这些遭到侵犯的是你们王家的子孙 你们会怎么做 媒体人就呼吁了 说即便就是你很有钱 你愿意挺黑人 但是假设是你自己家的女儿 妹妹遇到这种事情 那你心里做何感想呢 媒体人许盛梅也说了 其实这个黑犯夫妻啊 遇到危机的时候会有一套 就是陆海空的处理模式 在陆军的部分呢 就是用提告来恐吓对方 那媒体啊 或是恐吓媒体 但是通常这招不太见效了 因为如果你没有证据 你提告也没有用啊 那另外在海军的部分 就出动了海军的航空母舰 毕竟呢 枕边人是最了解自己的 然后还有空军 就是挖出了过去 曾经他两个人做了多少的善事啦 然后什么这个慈善啊 捐了好多钱啊 然后参加什么饥饿三食啊 等等的 让外界相信他们是人性本善啊 作家苦林说 黑人陈建州被大牙指控性骚扰 还要求公开道歉 还要要求赔偿新台币一千万元 如果接下来累积到十个人 十个人来控顺理性骚扰 你十个人都要告 哇塞你们夫妻就是亿万富翁了 这个实在有够酸的 然后当然啦 就是小S的姑姑 小S的姑姑 留言出来反批了 说这个 就是关你什么事啦 就是有点 有点这个觉得说 这件事情好像跟 跟社会大众无关 但是小S跟这个黑犯夫妻的交情 这么好 到目前也都没有说话啊 所以呢 是小S也知道什么事情吗 这就不知道了 好接下来呢 除了黑人之外 还有这个接下来更恶心呢 NONO啊 NONO不只是性骚扰了 他已经涉及了性侵 所以呢网红 小红老师在昨天下午就到法院去按铃控告 包括了性侵未遂 枪制猥亵 总共有五项罪名 这个小红老师表示 他是有目击证人会挺身作证的 而且目前已经累积了25位的受害者串联 他们会接力来提告 暗铃提告要告一人NONO性侵未遂强制猥胁 网红小红老师应起来要加害者面对司法 也要代替25位受害女性发生 我们要对NONO陈轩宇先生提出性骚性侵 性侵未遂强制猥胁性侵未成年少女等等罪名 由我先开始 然后到时候用传唤的方式 一位一位借力棒的进行提告 强调有证据还有目击证人 小红老师速度哽咽 其实有人看到的 已经13年没有联络了 他因为看到我开记者会 他吓到他哭了 他打电话给我 他跟我说 我没想到你忍这么久 你准备好了吗 MeToo这把火越烧越旺 NONO涉及性犯罪也连环保 包括当时15岁的未成年少女 指控被他带到内湖住家 也有越来越多受害者陆续出面执任 甚至拿出尘封多年的证据相簿 标题就是NONO的本名 手扶大腿清楚拍下 坐在驾驶座上NONO的脸 更有数张暧昧对话截图佐证 受害女子更指控NONO 一见面就带进汽车旅馆性侵 受害者不满的就是NONO的态度 原本真的只想要一个道歉 就是因为他不承认 所以开始很多的受害者传讯息说 他真的太可恶了 我们能不能送他去关 面对排山倒海舆论 经纪人低调回应 那就交由司法调查 老婆驻海军事件爆发后 收度露面 台语抒情歌唱到一半 就低头哽咽 情绪溃提 面对诊辩人身陷性骚性侵怡云 身为老婆恐怕最是煎熬 这张是明理彩山藏报道 好继续看到的是总统府前发言人 这古拉斯被曝不伦列 理性随护的太太发文 要副总统赖清德主持公道 还我老公 但是赖清德至今没有回应 没有听到 而且总统府是以私人领域为由 不评论 只是火速的就准辞了古拉斯 还切割 前立委郭正亮就认为 赖清德应该要说清楚 要一视同仁 如果性骚的事件都会被开除党籍 那古拉斯要不要送中评会 要不要党继处分 赖清德你要把事情说清楚 要出来面对要表态 好